各位聽眾,各位觀眾,各位網友,大家好 香港的人才流失,特區政府不認不認還需刑,移民潮仍持續 特別是香港很重要的服務,人命有關的醫生和護士,走的人相當多 最新的統計數字,醫管局的醫護流失是吸氣上升的 去年10月,醫生流失是8.1%,護士流失是10.7% 而公立醫院的醫護流失的數字,2022年到2023年有6400多個醫生 雖然減少了一點,但問題仍然相當嚴重 而且說香港醫生的比例,香港有1000人只有2個醫生 新加坡有2.8%,歐美的國家有3個,低很多 其實香港的醫護流失真的影響到香港的醫療質素 作為醫療政策最高的負責人,王全醫生的盧寵謀 最近接受01專訪的時候說到,他承認 他說香港出現整體的人手短缺的問題,不只是醫護 某程度上有移民的因素,有社會的因素,有政治的環境,有很多因素 他必須承認,這是一個事實 你不可以只是說唱好就說不是 以前完全無視這個問題的存在 我記得林鄭接受訪問的時候,接受好像是LoudTV 他說這個問題我不說了,移民的事情 他當時只是迴避這個問題,今天你沒辦法迴避,一定要面對 盧寵謀說人手問題嚴峻,但對香港充滿信心 他自己沒有打算過移民,這是廢話 那怎樣解決呢? 他說全球不同的地方都要面對人手不足的問題 英國也是,我又說過不止一次,因為脫勾 因為那個人工低,因為那個工作量大 很多人都去其他的英語國家的地方 例如去澳洲、去加拿大、英國的醫生 會有人手短缺 香港他說多方便去增加醫療人才 人手,包括了增加醫科生的學額和延遲退休年齡 而本港還要積極去吸引人才 早前大家記得 做了一個叫做一百間 世界各地的著名的醫科大學 那些畢業生可以免試在香港執業 容許那一百間 非本地培訓的醫生來香港 工作五年之後就免試註冊 但是呢 他說人數很少,吸引力很小 幾多人呢 這個醫專的主席接受訪問的時候 就說 只有十幾個 十幾個 經過特別註冊的 渠道 非本地培訓的醫生 現在接受平衡 就是說呢 這種所謂搶人才已經開放到的程度 是不需要在香港培訓 而且非香港培訓一定要考試的 現在非香港培訓不用考試了 吸引力很小 那本來就是說 吸引大陸的醫生來 但是呢 因為這個醫學界就嚴格把關 就是大陸呢 只有兩間的醫科學院 還要用英語售課 然後才可以合資隔離 那些愛國愛港的立法學院就馬馬聲 你是不是阻撓大陸的 專業的人來香港 為什麼要英語售課 這些是廢話 這些不說自明 是不是 好了 有什麼方法呢 他跟另一講 我看完之後都嚇了一跳 他說要去搶人才 李家超提出要搶企業 那些高財通計劃 大家記得 搞了一個何建輝 搞到一堆屎 以前的雞毛鴨鐵 現在要搶人才 他會怎麼說呢 下個月 他會集中 去75间免试注册的医学院里抢人材 去香港留学 很多香港留学的大学那里抢人材 下个月医管局第一站去英国 我看完这个访问我吓了一条 去英国抢医生 还要是香港的医生 你觉得他的说法就是短期里吸引到一百个医生来就很棒了 能够有一百个 我觉得有二百个 有五百个 甚至将来有二千个 即是只有港字 那怎么抢啊 派一个团队去一个重点的地方 特别是我们香港年轻人海外独医的地方 会提供很多协作 搬回来的过程里面可能给他住 有各方的资源 这样 好了 这样抢法 去英国抢 你觉得是不是一个笑话来的 为什么会是一个笑话呢 香港不少的医护 我有些认识的 当然有更多不认识的 提早退休 提早辞职 很年轻的 四十多岁的有些 我知道护士 来到英国 来到英国就因为英国有护士坊 因为英国有护士坊 也是那个 工作量 薪水的问题 很快就找到工作了 问题就是 他要问他自己承认 为什么 香港有这个人财流失 香港有移民潮 他自己认的 是吧 有 政治的原因 有社会的原因 他认的 如果有政治的原因 有社会的原因 什么叫政治原因 什么叫社会原因 你不要告诉我 因为黑暴 所以那些人走 因为这个疫症的 风控措施 所以那些人走 因为黑暴 所以那些人走 还是因为 宇宙大化 所以那些人走 你搞清楚 如果 香港这个政治 经济的环境 社会的环境 没有一个重大的改变的时候 我想问 因为这个环境 而 令到香港的医护 离开的人数急增 你有什么把炮 大多数是英国 他们不会去台湾 在英国有机会找回自己的本行 虽然人工 小很多 有什么把炮 去 在那个政治的社会环境 没有改变的情况下 你有什么把炮可以吸引到 在英国读书的 香港的学生 回来香港 做医生 人家做一个比较 虽然 人工就真的是银很多 但是 他们的工作的环境 他们的工作的压力 他们有些本地医生叫救命 工作压力很大 如果你知道香港的工作压力 和他们的工作压力 做一个比较 你会觉得是差天共地 虽然人工少一些 税很重 如果说的 Work life balance 很多人都来到这里 不是赚到很多钱 不过生活是好了很多 舒服很多 照顾自己家的时间多很多 休息的时间多很多 四周去的时间多很多 我想问如果 在英国找到工作 在英国读书的医生 医科生 在英国找到工作 你香港有什么 吸引力 可以令到他们 回到香港 为香港市民服务呢 除了人工高一点之外 还要 什么住屋 什么 大家就要问 本地医生为什么会 没有这个住屋的津贴 他们是有的 因为要吸引他们回来 这个是不是本没倒置 你 本地的 生活的环境 政治的环境 社会的环境 没有一个 大的变化 没有一个质的改善 所以 令到香港的医护股 流失 你说去英国 抢肥的医护股 is time to Kopf 我听了cu Hi ho monster 我听到这身份 听到医生的方式 虽然跟 facing 在香港的方式 雖然跟香港不同 這裏的工作方式雖然跟香港不同 他們認為 是比香港好 至少不像機器那樣去做事 例如我舉個例子 當然我也有看醫生的經驗 我亦都在香港有看醫生的經驗 尤其是帶老人家去公立醫院看醫生 香港是怎樣的呢 做醫生的朋友 看我這個頻道可以告訴我 香港就是 好像工廠車三 例如你帶一個人去看醫生 有些電影都拍過出來 真的 他連病人的樣子 都沒有怎麼看 香港的醫生 看門診那些 不是看門診 看專科那些 對著電腦 你說話給他聽 本身的動 meditation 他們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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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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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 醫院的專科去看過的話 你就知道 多嚴重 外面 人 是逼著你 如果你還要慢慢跟病人談多兩句的話 在外面 不是等兩個小時不是等三個小時可能等四五個小時六七個小時 然後去 排藥 又要幾個小時 即是說 政府醫院的專科 去看 你沒有一天 沒有六七個小時 四五個小時 你沒有辦法 從看完醫生去拿藥 那些醫生壓力非常大 然後他不是只看門診 不是只看專科門診 還要去巡訪 還要照顧不同的病人 你看到醫生個個都是 氣藥油絲棉青唇白的 做好多個小時 急症膝也是 在這裡的經驗 當然我不能 我做一個病人的身份 看醫生就不能夠 看醫生就說這個就是這樣運作 但我至少 有幾次的經驗就是 無論是護士無論是醫生 他的工作的壓力 因為外面不是很多人 那些人不會怎麼濫用的 很多時候都是經過 例如你去NHS 有電話預約 有些人說預約是很難的 很難的 那你 就這樣剪掉 你又不是一定要去看的 你自己買成藥食 篩選過之後 那些護士跟你談完之後 覺得你真的有問題 真的緊急 跟你約個時間 然後呢 進去 是很少人的 可能是 五六個 七八個 然後等呢 是等很短的時間 可能是 15分鐘 20分鐘 因為 看 很細心的 問你很多東西 問了病歷 問了很細緻的東西 可能是15-20分鐘然後才看完 你可能會覺得 你為什麼看完我這麼多問題又咳嗽 為什麼你開這麼少藥給我的 你問他他可以解釋給你 你咳嗽的原因呢因為你的氣管就發炎 只要這個抗生素就指了你的氣管發炎 治療後你就不會咳嗽 當然你在香港來說就不是 在香港來說就是 咳嗽又給了一隻藥給你 就是這個收鼻水又給了一隻藥給你 喉嚨痛又給了一隻藥給你 你的氣管發炎又給了一隻藥給你 你不會四五種 藥水的藥丸你都不肯收貨的 你覺得看醫生比較划算 吃這麼多藥 香港人就是這樣 但是因為醫藥分家 沒有利益牽涉在裡面 他就是 很少的藥 當然如果你真的受不了 那你就去 博士那些醫療買藥 即是那個系統是很不同 但是總的來說我自己的感覺就是 這裡的醫生和護士 他是多了很多的時間 去照顧病人 去跟病人談 有時 有些病 除了是生理上的病之外 就有心理上的 去安慰你多兩句 不要緊的 吃這個藥 抗生素 三天左右 你吃完整個療程就沒事了 而且這裡的護士甚至是可以開藥的 他們是專業的 很專業 那麼你看得到 我就問了為什麼 你有什麼把炮 來英國 搶人才 在英國獨 醫的香港人 會回到香港呢 這個吸引力在哪裡 我想問 你的吸引力在哪裡 你自己 覺得 今天的 社會政治的環境 令到那麼多人要離鄉別井 這個環境 不但沒有改善 而且越來越差 你看那些法庭的審訊 多可怕 那個過程 的時候 學校的教育 要校長做那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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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有子女的 還不走嗎 沒有玩劇走 怎麼可以吸引到他們回來 你有什麼 有什麼條件可以 吸引到在英國 第一站 第一站就是去英國 我自己覺得呢 就是 醫管局這個做法或者是 黃泉醫生的做法 我覺得是有報復成分的 我自己去解讀 你搶我們那麼多人 我要搶回來的人 問題就是 你為什麼不問 為什麼英國 是有 那麼大的吸引力 吸引到香港的醫護 即使減了人工 即使來到這裡 未必那麼快找回自己的專業 即使要找回自己的專業之前 你還要考一輪的事 他一樣不承認你的嘛 是不是有很多不承認 有些承認當然 他們也要來了 黃泉醫生有沒有曾經問底 問是什麼原因 英國不是吸引力特別大的 如果說在人工的方面 雖然那個工作的 制度工作的環境可能會好一點 但人工真的差很遠 在香港的醫生 或者甚至是老師等等 他們的薪水是數一數二的 為什麼一個 那麼高人工的地方 那些專業人士 都要離開 去到一個人工相對比較低的地方 這個才是問題的關鍵嘛 黃泉醫生這個問題你不問你不去解答 就說我們要搶人才就搶人才 搶一條命就回大陸搶吧 你唯一是可以回大陸搶的 你香港怎麼搶啊 如果說人工吸不吸引 工作環境 大陸工作環境肯定 相對地沒有香港那麼好 是不是 就回大陸搶吧 不是報復是什麼呢 你搶到才算 搶得100個 200個 我不知道他有沒有指標呢 高財通就有指標的 一年三萬五千個 所以 在這個KPI的壓力下 病兵噴噴 一定 豬啊狗啊 貓啊 雞都要批 醫生呢 有沒有KPI的壓力呢 你不要告訴我 又搞另一件醜聞出來啊 王廠醫生 保你大 好聊到這裏 繼續支持我的Patreon 繼續支持我的心情 我的頻道 多謝你收看 再見 各位 用NOT VPN除了可以隱藏你的身份 保護你的私隱之外 還可以打破地域的限制 例如在網上看串流影片 Netflix 用了NOT VPN之後呢 不同地區的電影和劇集 你都可以看到 又例如限定某一些地方才可以玩到的網上遊戲 用了NOT VPN 無論你在什麼地方都好 你都可以玩到的 在網上訂酒店機票或者買東西 用了NOT VPN 你身處何地都可以拿到不同地方的 折扣優惠 NOT VPN 是一個戶口可以有六個設備 一起使用的 一家大小都用到 用底下這個網址 關鍵字是SAMNGX 就可以拿到很大的折扣 訂購兩年 最便宜是港幣32元一個月 還有一個月免費 30天內如果不滿意的話 可以全數退款 挺好用的 不妨試一下 我會選購今晚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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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